捷晨哥早安 早 大家早 嗨 大家早 今天是我們這趟旅程的第三天 走 回台北去了 出發啦 很多年前 一首江美琪的歌曲 親愛的 你怎麼不在我身邊 讓我著迷 雖然我一直覺得 歌詞的意境 應該是在描寫感情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卻愛上旅行 我一直很喜歡 像濱海的小漁村 還有公路旁 寧靜的咖啡店 然而這趟旅程 這些地方 我們都沒去 因為我們沿途 一直在吃東西 旅程的最後一天 我們的起點 在台九線 一大早 我們打算去探訪一間 只能站在外面看的咖啡廳 這間咖啡店的外觀很美 就是 我們進不去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人在台九線 213K的地方 這裡有一家叫做Mister Sam的咖啡廳 這裡有非常非常特殊的造景 不過很可惜 因為 它是11點才開門 那我們今天要急著回台北 所以我們只能在門口拍一下照 我要自首一下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開放 所以剛剛本來小帕進去裡面拍給大家看 但是被制止了 哈哈哈哈 我們帶著一點小小的遺憾 離開這一間 我們進不去的咖啡店 而且還一路靠北 準備離開 左邊是中央山脈 右邊是太平洋的花蓮 在這條回程的台九線上 一路藍天像半 白雲像水 這時候 計程哥告訴我們 其實 位於花蓮吉安 有一個花蓮的新地標 同時 也是一間 想喝 又不見得喝得到的咖啡館 那裡是全亞洲第一間 用貨櫃屋搭乘的星巴克 我們現在在花蓮的新地標 貨櫃屋星巴克 不過因為裡面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不去喝了 在外面拍個照就好了 出發 我們每一個都只有出發兩個字而已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又還是要繼續完成我們今天的活動 現在我們每一趟旅程的活動 大家很熟悉就是 吃 又喝 哈哈哈哈 還是吃 還是喝 這趟旅程啊 基本上是 小胖騎摩托車旅行以來 吃最飽的一次 我一直覺得 花蓮一山脈 是個浪漫的地方 想不到 就連喝咖啡 也需要緣分 既然咖啡喝不到 我們只好回市區 吃包子 這一間周家包子 過去小胖來花蓮 從來沒有吃過 至於跟隔壁的公正包子比起來 兩家包子 我比較喜歡周家 外地來讀書的大學生也都吃這一間 但是 我老婆 比較喜歡公正的醬子 買回去記得 還是要買有品牌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待會買公正包子回去 吃完了針腳跟小籠包 傑森哥說要帶我們來喝廟口紅茶 聽說這一家才是真正的鋼管紅茶 這就是鋼管 先替這個喝什麼都好喝 你喝喝看是不是有特別的不一樣 紅茶味 不是 它除了紅茶味還有別的味道 我知道 鋼管 鋼管味 其實 我們在那一家廟口紅茶店 除了喝紅茶 還吃了它的蛋餅 還有蘿蔔糕 但是 請各位朋友 原諒小胖 或許是因為旅程的最後一天 我們將要離開台灣的東邊 我最喜歡的花蓮 即將要被離別拉回現實的心情 讓小胖的幹話講不出口 想不到就連小胖心目中最認真的幹話王 都只能勉強的喝出來 原來好喝的廟口紅茶 有紅茶味還帶著一點鋼管香 離開了花蓮往新城的路上 我們刻意從台九線 繞到一九三線道 嘗試 讓七星潭的海景 綜合一下 越為苦澀的心情 這時候的傑森哥 又告訴我 這附近有一家飲料店 裡面賣的飲料 有點酸 帶點甜 離開花蓮之前 不去喝喝看 有點可惜 前面那一家就是嘉興堵果市 它最有名的 就是這個檸檬冰 全省的7分都有在賣 在這邊買跟在7分買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啊 整個台灣繞了一圈 我從屏東上來這邊喝 你覺得這味道能不好嗎 本來應該是酸的 現在都變甜了 這一家的名字 叫做嘉興堵果市 喝一下這個 看今年有沒有機會嘉興 不然小胖拍片都快要破產 這家嘉興堵果市 我們十無刻都在排隊 走我們出發 中午12點半 喝完了有點酸 帶點甜的檸檬冰 繼續我們這一趟環島旅程 最後的四分之一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很好奇 台灣的縣市鄉鎮這麼多 為什麼特別喜歡花蓮 其實這個原因我也說不上來 可能只是因為花蓮市區離山邊不遠 離海邊也很近 而走在不起眼的街道上 總是能夠不小心 在某些角落瞄到歷史的痕跡 還有屬於花蓮的那一份獨特的寧靜 今天我們沿著蘇花公路北上 走在這一條修足於岩壁上的公路 下午一點半 我們來到了花蓮跟宜蘭的縣界 這裡是和平 台泥在蘇花公路這邊 有一個園區 雖然小胖蘇花公路走過超級多遍 但是這裡從來沒有進來過 剛剛傑森哥說這個廁所看起來像是工業風格 然後裡面有點像迷宮是不是 裡面像迷宮 外面工業風格 然後這邊有一小塊空地 有一間星巴克 還有一間7-11 這裡除了7-11之外 這邊好像有一家餐廳 台泥當卡遠區 聽說這裡自從蘇花蓋通車之後 變成最熱門的打卡景點 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邊的7-11 挑高加上玻璃圍牆的設計 陽光從外面灑進門室內 真的非常的漂亮 園區裡面的餐廳 就像是一個市集 裡面賣著簡單的餐點 還有在地的手工藝品 老實說我覺得這邊的環境還不錯 但是因為小胖 早上已經吃了兩餐了 所以這邊我已經吃不下了 那這邊東西好不好吃 那就請各位朋友自己來嘗試看看 我們現在其實來到的沖繩的Outlet 就位於花蓮線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逛逛 紅衣集團經營的非常有趣 好啦我們要離開這裡了 繼續往蘇澳前進 從花蓮市出發 經過和平 一直到蘇澳鎮 整條蘇花公路 大概是118公里 過了這條大鎖水溪之後 算是正式離開花蓮地界 進入宜蘭 而整條蘇花公路 也算是走了一半 事實上我對這條蘇花公路 是愛恨參半 我愛的是它 險峻深邃的地形 沿途的峭壁山色 經常轉個彎 就可以看見海洋 一望無際 好像是在走一段空中走廊 而衝突經過的每一個鄉鎮 都像是從荒涼走進熱鬧的城鎮 這種感受充滿了女人 正在流浪的氣氛 不曉得正在看影片的各位朋友們 是不是跟小胖一樣 都能感受到這一份浪漫 而這條被稱為台灣最危險的浪漫公路 我恨的也是它險峻的地勢 還有我跟它奇妙的孽宇 小胖曾經在前幾集影片分享過 這條每逢大雨必貪方的公路 過去幾年小胖走過好幾次 不是受困在中途 不然就是被迫要繞路 就連最近一日花蓮買包子的行程 都讓小胖意外撞死一隻小蜜蜂 小胖的胸口被釘了一包 而這隻蜜蜂引力上刀拳 不過我們今天的運氣很好 花蓮的藍天白雨 跟著我們到宜蘭蘇澳鎮 一路平安 我們現在在蘇澳鎮 前面有一家富美海鮮 聽說是這裡的地標 現在是下午三點 等一下我們吃個午餐 然後要討論一下 是要走台二線回去 還是北移回去 畢竟我們現在是環島 走 這是富美十二大推薦菜色 傑森說小孩才做選擇 上面這十二樣我全部都要 我們把十二道菜全部點過一輪 三天的環島旅程 我們這趟旅途的最後一餐 想不到我們依然沒有忘記 第一天在墾丁受到的驚嚇 點滿整張餐廳推薦的菜色 三千多塊不算是平價 不過還算合理 其實我們在餐廳裡面 討論了很久 環島的最後一里路 到底是要走台二線 繞邊海回去 還是走北移公路 總是覺得既然是環島 那就應該要走最外圈 那才圓滿 不過旅途的最後一天 我答應老婆大人 要回去陪他吃晚餐 而傑森哥為了下一趟旅費 得要趕路回去上班 所以我們決定並奔兩路 趕時間的走北移 體力好的 繞邊海回去 而小胖選擇走北移公路 隨著這趟旅程即將結束 走在這條我們熟悉的北移公路上 我突然發現我的眼眶 微酸 我的臉頰 微濕 因為那該死的雨水 又穿過我的風景 流到我的眼鏡 值得慶幸的是 雨後的北移公路 青黃色的細影帶著博物 環繞在蜿蜿的山道上 讓我再次覺得 台灣你怎麼美得這麼過分 但是與神同情 有始有終啊 三天的旅程終於就這樣 很愉快 又很狼狽的結束 謝謝我們的團長 雖然另外幾個人還在台二線拼命 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喝喝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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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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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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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今天小胖的影片拍到這邊 感謝各位朋友收看 如果喜歡小胖的影片 歡迎各位朋友訂閱小胖的頻道 如果喜歡小胖的頻道 歡迎你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謝謝 掰掰 掰掰